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还记得这些触法少年吗? 今年4月,没有加州的13岁A某等8个人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逐 而闯红灯撞上了为了赚生活费而打工的大学生外送员 一个大学生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因为这些孩子是未满14岁的触法少年 所以他们不会有刑事上的责任 只会受到保护处分 当时这件事情真的是引起了全韩国人的共分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 首先这8个触法少年中的两个人被判了 触法少年能受到的最高处罚 10号处分 两年的长期少年员移送处分 而5个人判了5号处分 两年的保护观察 而当时开车的A某 因为发现到还有其他犯罪嫌疑 所以目前还在调查中 总结一下就是 8个人当中有3个人会关进少年院2年 而其他5个人只要定期接受教育就没事了 也因为他们都是未满14岁的触法少年 所以不会有前科记录 对这次的判决政府表示 专家们指责强化对于少年犯的处罚 并不能有效的降低少年犯的再犯率 而且约儿童人权委员会也表示 不要降低现行14岁的触法少年年龄 政府也认知到触法少年犯罪的严重性 以及受害者们的伤痛 但是对于少年犯问题 除了强化法律对应外 更是要考虑如何教化犯罪少年 让他们能重新回到这个社会 希望能理解政府的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结论就是死的人最可怜 又跟以往一样 犯罪者受到保护 受害者遭到遗弃 什么国家的法律是这副德性 不能是为了嫁害者的法律吗 什么他妈的触法少年 都亲瓦太情愿了也这个样 却你的触法少年 根本就是脑袋里装饰的孩子们 这种暴力犯罪应该要除外吧 等他们长大了 也会是个垃圾犯罪者 根本就是年纪小的恶魔们 因为需要保护而不能处罚的话 就让没能好好保护他们的父母 来承担责任就好了 对于这些触法少年们的处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10月8号在韩国即将播放的 Missback节目 现在受到很多网民们的关注 Missback是由 从大众们的记忆里 慢慢被遗忘的 女爱豆出身的歌手们出演 说出内心深处的故事 以及重新以歌手复活为诅咒的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预告影片的内容 因为过气了 没有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做YouTube了吧 好像感觉变成了 是在这个社会没用的人 在拍MV当天 突然拿很像芭蕾服装一样的衣服 给我们穿 当时满满的恶评 妓女女团 我在那个公司四年 一次都没有结算过 活动四年 收入零元 在口试院因为没有房租 就在24小时营业的汉堡店 点了一杯咖啡 就睡在那里 现在也吃恐慌障碍 忧郁症的药 那个时候最严重了 生完孩子后 真的很想念舞台 希望这个节目 能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最后我们来庆祝一下 今天过生日的五位爱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